字幕平常 好難喔 看得出來是誰 好啦 先開這個 我夠小妹好了 嗯 妳一直有點那種 哽咽哽咽的感覺 哇這就是我的時候寫的字 我寫了超久 因為我就是好多話想說 然後就怕寫不完 所以就一直重整一直重整 要了很多張紙 它寫的滿滿的耶 欸 是春歌耶 這個是春一吧 所以這不是靜倫喔 這是春歌喔 猜錯了 最後一封的接收人 所以我是最後一封寫的 果果小妹 家人在哪裡就在這裡 你內心空缺的那塊 交給我們六位家人來填補 你的努力工作 為的就是把心理的碎片變成完整 也讓我很佩服 想家了就在群組叫上大家 我為你們準備好喝的湯 我最喜歡喝他的湯了 想喝湯就回家吧 我們永遠都在 離別是為了下一次的相遇 然後這個是他的簽名 應該是Kenzo吧 Kenji 那個很難念 春 哇很感動耶 而且我很少看到春歌 你知道春歌其實文筆蠻好的 而且幾乎沒有什麼錯字 好感動喔 而且他寫的蠻多的耶 今天一回去就想要 就是直接群組約大家喝湯 好這個是春歌的 再來是開心果 我實在是猜不出來這是誰的字 偏難 偏難 原來開心是這種感覺 雞皮疙瘩 他寫超級多的 沒想到是小樂 因為你知道小樂就是一個比較 他其實很貼心 但是就是 看到他寫這麼多 其實我很感動耶 因為他感覺就是比較隨性 然後就是不用多說你懂的那種 嗯哈哈哈哈 他說 果果 嗯 怎麼說起呢 你跟老大 是我在這些家人們中 一開始最不熟識的人 這麼深入的了解你之後才知道 你是一個跟我蠻像的人 無論是個性的某些特質笑點 喜歡玩樂 智商應該是沒有啦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們兩個有討論過 我們兩個智商會偏高 呵呵 自己說 很開心有你在 陪我一起耍鏘 想跟你說 你是一個很棒的女生 外表跟內心一樣可愛 哇賽 好不要他會講的話 好感動喔 知道領了很多成長經歷 也知道你心中有某些 自己的遺憾 我也是 我多少理解你的感受 肯定有時候會覺得有一點孤單 對吧 有時候也希望那個靠山保護你對吧 但一路走來你很堅強也很獨立 總之感謝一切讓我們相遇 成為家人 我們就是你缺少的 所以請繼續開心下去 別忘了跟你輸過的會保護你 也不孤單 Familia forever 樂樂 哇賽 好難想像那個喔 因為小樂的時候 離開的時候有跟我說 他說 你看我的信 就是 一定會很期待我的信 這樣子 然後我就很期待 那就是真的是 真的是 跟想像中很 一樣很暖 因為他其實真的是一個滿 暖的人 就是他雖然跟我一樣 都個性比較樂觀 喜歡搞笑 但他其實很多時候 都會 就是陪我聊很多事情 然後又告訴我說要加油 謝謝 好感動耶 哇賽 哇前兩封這個 力量都蠻大的喔 會不會看到老大的就冷掉 老大說米果我們要拿下總冠軍 老大 欸真的很符喔 老大 他只需要半張紙就可以了 好 果果雖然我們從全明星開始 也認識了快一年 但這中間也沒有非常了解你 經過這次14天的相處 我非常確定 你以後就是我的家人 有什麼困難 有需要幫忙 隨時跟我說 我會一直陪伴著你 我們麵包村 要給你溫暖的家 他有一個hashtag 我們一定可以拿冠軍 超好笑的 老大 老大我們一定要拿下總冠軍好嗎 加油 我們眼淚拿到總冠軍在哭 小豬有一直跟我說 就是他有一直在群組 啃求大家不要念他的 所以他的應該很害羞 所以我放在最後 我在猜這個應該是打圓的 好 開大圓 哇 大圓 欸 怎麼樣 欸 這是小豬的 這是小豬的 那我要先看嗎 我要先看嗎 好啦 我先看 哇 很多位 親愛的室友 我閨蜜家人 妹妹 果果 謝謝有你 你陪我一起 吵吵鬧鬧 讓我一個人不孤單 每次和你說心事 你都會抱抱我 給我滿滿的能量 在生活上 你總是無私的奉獻 只要大家好 你就開心 我覺得 你不可以這樣 只抱喜 不抱憂 這樣自己會很難受 承受壓力到一定的程度 會 反 反式 為什麼要考我中文 反正就是反 那個叫什麼啊 反 反夫 就對了 所以以後你有任何委屈 不開心 一定要說出來 我陪你 愛果果的無敵屁孩小豬豬 謝謝小豬 最後一個是大元是不是 誰 你的姊姊 姊姊 她真的 因為我家裡是有姊姊的 她真的跟我大姊 好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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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種很隨和很隨性的感覺 第二果果 同為單親家庭的我們 見到你就如同照了一面鏡子一樣 總是喜歡保持樂觀開朗 希望大家都能開開心心的 難過總是默默的埋在心中 大家之後要記得遇到任何的不開心 都有我們陪著你 你就像是我的親妹妹一樣 謝謝你讓我學到了 要如何當個姊姊 如何好好的照顧家人 記得有我們在的地方就是 家圓姊姊愛你 會愛你 哇 我覺得 哇 他們真的是 全部 其實他們寫的每一封信 不管是 內容是多還是少 就我都很能感受到 就是覺得 就是很雞皮疙瘩 就覺得怎麼可以有 真的節目真的認識到這樣子 像家人一樣的朋友 然後也很感謝他們 其實 就是沒有人有理所大 或有義務要對另一個人做什麼 但是他們真的是 知道了我可能心裡的一些小缺憾 或是不安全感之後 他們其實都非常的 就是真的很幫助我或在意我 就是會一直說 要不要去我家玩 或是我們要不要一起去果果家玩 這樣 就真的很感謝你們 我最愛的家人們 愛你們 謝謝 好想要看其他人收到信的反應 哇 收到了 最後一天寫的信 天啊 實在可以太久了吧 哈哈 那我就打開囉 小潔的 靖倫 我對你的印象就是一位超有自律的人 沒想到來到這邊完全不 完全一模一樣 超要求完美 嚴重想破聲 我應該要學習你的一半 那這幾天下來 我發現我們的個性很像 在團體中也是比較少畫的 但我懂你 有什麼事情要說出來 然後快點你交我女朋友了 OK 好 那邊有小潔的 他寫這麼短 對啊 找這個字呢 有看節目的都知道 一定是春哥寫的字 那我第一個字就髒話 好 竟然 這裡我們兩個最熟 但到關照中 才算真正的了解你 太完美足利了啦 難怪要破蛋 跑不到其他 OKOK 現在你開始爬坡了 加油 為你開心 有什麼問題 隨時打給我 送了 春哥 OK 春哥也是非常中性情的人 是一個令人尊敬的 爪輩 靖倫 沒想到一起拍完戲之後 下一次的相遇會是在這裡 雖然之前一起拍了三四個月的戲 但一直都沒有很熟 經過了這十四天的相遇 才真正的認識你 聊天 有任何需要 記得 我們都在 Familia Forever 走了 那收工夢想也是就是 我們真的 那四個月的拍戲 其實我們真的不熟識 但是 經過這十四天之後 我們 就真的變蠻熟的 其實可以互相開玩笑 但樂公子還是樂公子 就是 其實還是蠻蠻揪的 那我讀完其實心情蠻平靜的 不過呢 原來很感謝大家 我記得我寫給每個人的最後一句話 都是友誼長春 希望我們真的可以辦得到 這個字好醜喔 這是小潔吧 這個字好醜 然後 這個應該是果果 因為 果果就是 總是笑臉迎人 然後對很可愛 你看 土小豬 這個土 這個土 會畫這種 無關緊要的東西 感覺是靈靜倫 就是他很喜歡畫畫 所以他才會寫 土小豬 然後 這個 這個應該是大圓 就是 字蠻漂亮的 然後也有畫一個豬 這個應該是大圓 我先看大圓的好了 我覺得 就是 女生比較溫馨 啊 真的是大圓的 親愛的小豬 真的是第一次遇到那麼熱心 善良又活潑的少女 雖然常常笑你 嫌你吵 但你就是我們家裡的開心果 記得在未來遇到任何的不開心 還有我們在喔 We are family forever 愛你的圓節 好暖喔 好暖喔 這就是大圓會說的話 就是 就是不管我們遇到任何困難 然後就是發生什麼事情 大圓其實就是很溫暖的就說 你來你來我會給你擁抱 這就是大圓 這個字感覺就是老大的 兔小豬 看一下喔 真的 而且江小潔 你也對我太無話可說了吧 這話也太少了吧 沒關係 其實我跟江小潔真的是觀察中之後 在後面的相處變得越來越熟 然後我跟老大其實在觀察中裡面 是真的最少互動的人 所以那時候我想著寫他的信也是想很久 小豬 真的很開心認識你 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 你的吵鬧都沒有改變 雖然我們常叮你 但大家都是開玩笑的 也是因為我們都很喜歡你 才會這樣啦 很喜歡你的個性 希望可以繼續陪伴著我們大家 Love you 江小潔 這就是老大會說的話 淺淺的 沒有很深層 再來真的很難選耶 好 選春歌好了 因為我覺得林靜倫會罵我 林靜倫 還是先果果 然後後面就痛苦一下 好難喔 春歌放最後 春歌放最後好了 好 先看林靜倫的好了 兔 小豬 你看就是林靜倫會寫的東西 看我是不是很了解他 林靜倫 果然是林靜倫 我好了解他喔 親愛的小豬妹妹 她比我小耶 雖然你年紀比我大 但內心就是個傻妹妹 但你的單純善良與熱情 是可以帶給大家溫暖與開心的 可是啊 要有自信一點 你很棒的 但你的沒自信容易被別人欺負 所以不要怕 有我們在 雖然有時候真的有點吵 但在外面我們會當你的後盾 知道嗎 然後 我是真的蠻討人厭的 沒辦法 我機車我驕傲 希望你未來能夠幸福順利 友誼長誠 Love you 她還畫了一個 要不要吃鳳梨肝 靜倫 因為其實那一天 我在觀察中的時候 有做了很多很多的果乾給大家吃 唯獨就是鳳梨肝我超愛 因為我最愛吃鳳梨 但是其他人 全部都覺得鳳梨肝超酸的 所以我們在觀察中 最後那一盤鳳梨肝 是我們玩遊戲 輸的人要吃 然後 最後一直輸的人就是 林靜倫 所以她現在應該很討厭 很討厭的鳳梨肝 天啊 欸我覺得林靜倫 就是 就是她其實 比我想像中的人在好一些 靜倫OK 過了 靜倫這個過了 再來就是 我先果果一下好了 春刻的我不敢看 對 好我先果果 第二 最吵最鬧也最可愛的 愛哭包No.1小豬 我的同居密友 分開最想念的 應該是跟你睡前的擁抱 還有晚安 謝謝你總是開心著我 關心著我們每一個人 有時候也要關心一下自己 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我們是一家人 絕對提你到底 We are family 愛你喔 哥哥 OK 靜倫的 聽說靜倫對我感觸很深 快點點看她的姓 第二大院 我在高中時期 就有在大學生的每一住一大大院 沒想到會在未來的某一天一起工作 而且感情這麼好 你非常的善良跟愛心十足 是個沒有心機的女孩 雖然空點地道抱 但這就是你的真性情與可愛的地方 希望你未來能 順路順利步入婚禮 得到滿滿的愛美滿幸福 這14天很開心可以認識你 希望可以有儀償存喔 小潔老大 大院 雖然我們在其他場合有見過面 但這14天才讓我更加認識你 從驅逐媽媽那邊 統一車的時候也聊了很多 嗯 想不到說 對啊 才發現你是一位超級善良的女孩 而且什麼都不怕 超屌 希望之後大家還要像這14天一樣 一起聊天 打閉 一起聊心事 一起玩樂 LOVE YOU 講什麼 講小潔 哇 看見有沒有說到字幕 滿意外的 謝謝小潔 其實我那時候剛認識他 最一開始的時候 對這些男生 唯有對老大就是最充滿距離感 那也是就是過了好幾天相處 然後還有跟哥哥聊過之後 發現他就是 就是一直這樣問問的 然後他不會就是情緒放得很大什麼 所以 呃 尤其他又在私底下的時候 真的跟我們聊了滿多 就是比較內心啊 還有他的一些家庭狀況 就感受出來他非常的細容 所以 謝謝小潔 你的愛我接收囉 好可愛喔 這一隻果果 耶 真的是 哇 果果都有很多話耶 第二超級感性 愛哭 No.1的大元 咦 那No.1是誰 上一秒 你仰頭大笑 下一秒 流淚滿面的你 很可愛的傻大姐 很善良很真 哈囉 有沒有收音 我們在收音耶 我們在收音耶 你們在收音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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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擔心的我們 都缺乏一些安全感 習慣保持開心 保持樂觀 以前不認識 以後互相扶持 節目結束了 但我們的 緣分才剛開始 就是 We are family forever 謝謝果果 對 前陣子在就是聚會的時候 因為我記得我們那天 剛好看到那個 我們兩個 就是互相 講 出內心話的那天 然後 記得我跟他說 就是不管以後 凡是任何事情 有我們隨時都在 然後我就立刻轉頭 給他說 但你都沒有跟我講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最近都沒有什麼煩惱 所以記得 要記得喔 有煩惱的時候 一定要回來找我們 好嗎 再來最後一封 最溫柔的季節大圓 我真的是帶來這個節目才發現 欸 我晉升為姊姊 然後晉升為 就是 可以稱為 就是照顧人的角色 因為以前 在錄節目啊 或是在做任何事的時候 發現我都是需要被照顧的 然後就覺得 蠻開心 我現在有這個 照顧別人的本領 然後希望也可以帶給大家 溫暖的感覺 好 再來 哇 豬兒對我好多話喔 等一下 我想到我們前幾天 也出門的時候 然後一講到這個姓的時候 他就在車上大肆尖叫 我不要不要不要 唸我的姓 他說好丟臉 他很像找個地洞鑽下去 我現在就來唸唸看 到底有多多丟臉好不好 第二偶像的 偶像的大圓 最溫柔 散解人意的大圓 我要先跟你說 先抱歉 因為我很 我很無常 不意鬧一下脾氣 但說出來的話 不小心上到你 像上次說 我不想跟大家說話 真的全氣話 沒真心這樣想 所以害你難過 我真的超難受 因為你對我來說很重要 上次看到你這樣 我就開始反省我自己 不可以隨性脫口而出傷人話 你知道嗎 我真覺得有你這姊姊在我很幸福 我想做任何事都會拉著你陪我 去哪你都陪我 我在過程中有時搞不清楚狀況 我都會第一個看你 你總是可以在我慌亂的時候 讓我的心安定 在我準備犯錯前給我提醒 還有在我想哭的時候 你都會用力的抱緊我 不知不覺中 我發現我真的好依賴你 起床低電視 先看你在哪裡 吃早點午餐 也都吃兩種不一樣的一人一半 衣服我們也要互穿 想要運動就過去找你 想要看電視就找了 想要畫畫也找你 我發現我真的好嚴重 我不想去想未來沒有你的生活 又要便會說有事都自己來 我不喜歡這樣 反正一日姊姊中生姊姊 認定了就認定了 未來的日子我們又能越來越好 而且每個月都一定要見面 就這樣說定了打勾勾 愛你的小豬 小豬真的是一個非常熱情 她也是很真心情很糾纏人的女孩 但我就是喜歡她這樣 因為她真的是很善然 然後生活中就是要這種很愛糾纏 然後很反人的人 因為我本身就是不是那麼 以前是啊 但是我後來長大之後 發現我不會那麼的主動 然後也變得比較收斂 不會那麼熱情 但是也謝謝因為她 就是每次那麼主動於我們 大家才會有時間可以小聚起來 然後小豬我也愛你喔 謝謝可以認識這麼善良的你 然後我也會一輩子當姐姐 在你身邊鼓勵你 然後有煩惱也要記得找我 找我有 你真的有做到很好 一直煩我 我愛你 我剛剛會很難過 我是因為想到就是那14天的最後幾天 她真的五十五個都 就是在我房間裡面 連畫畫 然後都黏著我 然後還有 那時候我在煩惱說要穿什麼時候 她也很熱心的就是跟我分享說 她買了什麼新衣服給我穿啊 或是有什麼襪子 她連襪子都願意借給我 然後我覺得她真的 很熱情很善良很喜歡這樣子 就算煩 我也喜歡 看外表應該不知道是誰的 但我可以猜 應該是果果吧 我猜 這個 哇 她寫很多耶 薪水小偷 你才薪水小偷咧 好啦我們是薪水小偷 partner 薪水小偷好夥伴 樂公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這樣叫我 一見面完全沒想到我們會變這麼好 認識才發現我們根本同胎生來的 跟你一起總是很吵很鬧 真的很鬧 鬧歸鬧 不得不說認真起來真的熟 這連我自己都講不出口 認真起來真的帥 很有想法有才華謝謝 以後還是要常見面耍白痴 但是 因為我總是有一天會嚇到你的 等著吧 因為 我們都會互相嚇 但果果在這方面的技能是 非常弱 希望你好好修煉一下 We are family forever 愛你啦 果果 我也愛你 然後 其實我們節目播出到現在 我們還是見了蠻多次的 所以不會說現在看到星好像特別感傷 但是 看到星會特別想念 節目呢 我們相處14天的日子 下一個 暖暖樂 Dear 被歌唱演戲 耽誤的 綜藝王 笑了 天天聽你講屁話還有惡作劇 真的好開心喔 好啦 我也很開心 你真的讓我感到無比的意外 很懂事又細心又有趣 謝謝你的綜藝魂 還是我轉好 如果沒有你一直鬧 我可能沒辦法這麼快融入大家 我是一個很 庸人自饒的人 對 知道就好 Peace 你很棒 好不好 不要想那麼多 除了你讓我改變很多想法外 也謝謝你總是很細心的 想得很周全 那一天晚上我整理家的時候 你的聲音真的給我很多能量 我一輩子都不會忘 我真沒想到你這麼的溫暖 超暖 我沒有自己家喔 但是 對 因為小豬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看節目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節目 看到的都還是一個 就是不可能看到這麼全面的 我覺得有一些細節 大家不一定看得到 但我也想要跟大家 如果看得到節目的人說 就是 他是真的一個非常善良的女生 很棒的一個女生 謝謝你們說 在外面別人欺負我 你一定揍他 我會保護你 還有春歌 應該是先叫春歌上 我第二個 小的 有你真好 最愛 假笑 最愛假笑的豬 沐妍 好 謝謝你小豬 我也愛你 這一個是 老大 大家個性真是蠻鮮明的 老大的四行 四行自己 小樂 小樂 你應該是麵包村 最鏘的 最鏘的人 我覺得這樣講不公平 因為老大姐 自己本身也蠻鏘的 他除了 對小孩 他是一個最好的爸爸之外 這件事很成熟之外 其他 都是鏘的 真的沒有想過世界上 竟然還有你這款 謝謝你帶給我們大家歡樂 白目 什麼白目 只會有時間 一定要長聚 不要找你的時候給我消失 love you 江小潔 老大 我也愛你 很快見 最後一個 那就是春歌 最後一個是春歌 哇 春歌你的字 太大了吧 哈哈哈哈 你是 這通常 如果是這個字體 在iPhone裡面的話 通常是我媽 那種老花的 會這樣 YOYO 果然是 黑帕子 YOYO 小樂 雖然我們很早就認識了 喔對 我跟春歌其實也認識很久了 來到這裡 才算真正的了解彼此 跟你一起玩樂 作弄別人蠻開心的 沒有想過你是那麼的 白爛 回去以後我們再來一起創作吧 隨時call我 兄弟 我都在 謝謝你 春歌 你是我永遠的大哥 但是 我跟春歌是約好 我們要在一起創作 沒錯 但目前還沒碰到 有啦我們又一起吃飯啦 我們有 中間都有一起吃飯 然後我們也有一起 聊天 喝點東西 對 但目前還沒有 一起寫下一首歌 但我們最近 認真在企劃 之後希望有 很酷的作品 可以給大家 我來一封一封 把它打開來看 到底裡面 是什麼 其實好像所有人都在期待 這六封信 這個 我來猜一下 會不會是江洪姐 這個字 猜錯 是小樂 他說 哥 跟你一直以來 都是認識 但不熟識的朋友 第一天一開發門 第一個看到你的時候 有點訝異 但也瞬間多了份 熟悉和安全感 相處這十四天下來 有太多言語無法形容的情感 真要講一個特別深刻的話 應該還是和你一起完成的 我們送給家人們的歌 這也是我近期寫過最喜歡的歌 其實我也蠻喜歡的 然後沒想到 第一次跟你合作 是這個方式 畢竟 或者是MZ116的歌名 可怕 總之 謝謝你這十四天 給我的一切 謝謝 果然是建宗的 他文筆 講的文筆蠻好的 這個 這個很難猜 會不會進輪 這個好 靜倫 第二春歌 從全明星 第一次錄影 感覺 春歌是位相當有距離感的人 但從來沒有想過 可以和春歌 這麼熟識 我才發現春歌可以如此的暖 最重要的是 可以和歌談心 因為我不太和人談心 所以有歌在 我好幸運也好幸福 靜倫真的是 不太會把心事講出來的人 後來我發現其他蠻多事情都告訴我 所以他有很多秘密在我手上 我不能說 這個 該是小潔了吧 江洪潔 我一定要 打兩句 江洪潔 你平常 都在打桌球 我可以原諒你 但是你寫的字也太傻了 第一人看見你的時候 其實有點害怕 因為你的長相 確實蠻嚇人的 長得又不是像什麼 周葵那種臉對不對 但私下其實是超級暖然 會煮菜 會關心著我們大家 很高興認識你 我跟你講喔 那種有參加過什麼禮遇班的啊 然後 然後那種國家級的那種 他們講話都太籠統了 我後來發現 江洪潔你真的要好好練習一下 講真的 大圓 欸真的欸 家裡的大家長春哥 謝謝這14天在你的帶領下 這個大碗寫錯 他寫成代幣的代 代領下讓我超級安心 在彷徨無助的時候 只要和你互看一眼 好像什麼煩惱都能一掃而空 這幾天相處下來 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當大家沒有辦法拿定主意的時候 他們所有的目光會 春哥 春哥 就是你知道嗎 好像就是 我覺得那種 被人家需要的感覺是蠻舒服的 對我還蠻喜歡的 未來還要 繼續被我們糾纏喔 愛你的原妹妹 我也愛你 唉唷 不知道他們會寫什麼給我 他們知道要拿信給我 就已經把我準備好衛生紙了 這一封應該是春哥寫的 然後應該還比較不會 這麼的 這麼的有感情 不能說這麼有感情 這麼的 煽情 對 小潔 兄弟 雖然我們認識了 也快一年 來到觀察中 才算真正的熟 一直覺得你是一個非常溫和的人 可能因為打球的關係 除了在場上 很敬畏 其他就沒有了 哈哈 這段時間相處下來很開心 有你這樣的兄弟在 說好了 未來的人生旅途上 放心我們 隨時都再不會離開你的兄弟 春 謝謝春哥 春哥算是比較內斂型的 所以 他不會把很濃很濃的情緒寫在字上 但其實我都明白他的意思 寫這麼多 好喔 老大只能說 人不敢貌相 哈哈 本來以為你是一個 滿正經的人 結果其實你跟我差不多 但有個地方跟我還沒有熟識 你之前想的一樣 那就是 你真的是一個好溫暖好溫暖的人 這14天的相處 我們互相了解彼此很多 謝謝你願意和我分享 你的一切 已經是了 未來的路上 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 我都會在這 以這封信 為佐證 也不需要有任何遺憾 有失去才有獲得 你多了我們六個家人 謝謝這個緣分 你也是我最大的收穫 D 愛你 Family forever 唉唷 唉唷 就是謝謝你們 真的真的在 在我人生 最不好的時候 遇到了你們 然後 陪伴著我 走過一些路程 也感謝 所有的粉絲們 一路上的支持 一路上的支持 然後 沒有放棄過我 謝謝你們給我們很大的勇氣 讓我繼續 很勇敢很勇敢的 在這邊 然後 把最 好的一面分享給大家 然後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喜歡 謝謝你們 我們是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